各位旧金山湾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飞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生活在湾区 湾区好生活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在湾区 OK 今天我们是什么单元 我们是女人聊八卦的单元 不过我们要特别为红星卫视 要promote一个新的节目 是是是 我们最近因为应观众们热烈的要求 我们在矽谷有很多很多的高级的科技人才 当然了也有很多其他工作岗位的朋友们 大家都因为生活都很忙 苦无这个机会能够参加一些 没有机会约会了 是是是 而且你想想看美国这么大 是不是 那么也是很难得呢 大家能够有机会 是不是能够我们本着媒体 这个服务社会的 提供一个平台 给这些观众朋友 对而且我们可以做媒体做把关 因为也有一些观众朋友曾经聊过呢 私底下参加一些婚友的时候 偶尔呢就是偶尔会不就会偶尔碰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 比如说这个这个变才变色 这只是少少少少这个少部分的这个案例 那当然了由我们媒体把关是会是一个这个会比较有好的这个公信力 所以那我们就已经这个很Urgent的呢 我们就开了这个应观众要求 我们开了这个信骨情缘 信骨情缘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欢迎观众朋友能够写信进来给我们报名嘛 是是是是 陆续续我们也有接收到一些观众朋友的报名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因为根据这个一些学者呢 他们开过一些婚姻资商或家庭的这种课程里面 他们说过如果想要找到好的婚姻呢 要件基本要件第一条就是什么 你要to be seen 你要被看见 那么所以呢加入我们这边 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的会员到这个我们节目中来 我们来一个特别的专访 那他就可以被大家看见 那么大家看见了以后呢 这个彼此呢 大家就会有了解 那么以后会不时的有一些活动 对有一些活动 然后呢 我们红星会说也会为这些朋友们举办一些活动 那同时那我们也会把关所有写信进来的email 所以大家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有好对象 是是是对对 这个也是很难得 大家工作这么忙碌 很难耶 如果说比如说 这个叫做什么天涯咫尺啊 咫尺天涯 是不是有缘 这个是 什么千里蓝湘 天涯对 有缘的话天涯 还是咫尺 对不对 就有缘 天涯无方常 对那无缘的话见面也是 咫尺也是天涯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 对对很难得 因为平常大家可能跟你自己生活里面 衣食住行 你可能就是只有那几个区块 对而且重点就是美国这么大 对 然后呢我们生活对就像您说的 生活就是那几个区块 我们今天上班买菜下班回家 然后你也没什么机会做一些特别的娱乐活动 对 这也是其实也是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个可以大家一起交更多的朋友的地方 对全世界那么多的人口里面呢一定会有适合你的这个Mr. or Mrs. Right 是不是 那如果呢因为自己这个封闭了 没有机会跟人家见面 说不定你没有 你miss掉这个人生的也许是真爱啊 或什么的 是不是很可惜呢 所以呢这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们就利用媒体 让大家有更这个穿越时空的 穿越空间 讲到这个我也想参加 我可以参加吗 您已经列入我们的报名名单了 而且您有好处了 您可以先过滤 我可以先过滤吗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先讨好我们Tonya 不过今天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新的节目 也是想聊聊一些两性的话题 是是是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马上报名呢 那么欢迎您先来信到我们公司来 对就写email到bayinlifeatvhsusa.com 对就是我们生活在湾区的网 email address 是然后万一您已经看到我们已经访问的来宾 您对他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欢迎您赶快加入我们的会员 同时也是就是email到这个网址 email到这个地址来 然后呢您也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您也可以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是不是 对我们随时都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络 这也是一项功德啦 是 我很开心啊能够做这样 然后我觉得说也是为社区服务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志嘛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常常看的我们上次才聊到一个topic就是说 有一些人在complain他们为什么找不到一生中的 Mr. or Mrs. Wright 还有很多原因你记不记得其中的内容有些原因为什么找不到呢 我突然都想不到 我都觉得我自己永远都是别人的Mr. Wright 对对对 这样讲可以吗 这样好 因为人基本上就除了 要有自信 对除了to be seen还要有自信 对是不是 里面就曾经说过一条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可能是你看到的Mr. Wright 他不觉得你是Mr. Wright 是是是有很多这些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 对也会也会这个发生 对那待会呢我们节目中还可以陆续聊到有这个这个哈佛 哈佛对哈佛就很很有趣哦哈佛上学院就有一篇报导吧 是对他就说其实是一个故事啦他就讲啊他们的M计划 哦非常流行M计划对他们开的这个课 大家都是因为这个M计划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是对男生是叫好的归宿吗 我应该这样说吧 anyhow 心灵的归宿 对心灵的归宿 对对对对 自己的人生中的另外一半 所谓的M计划就是marriage计划 对 marriage 对所以叫M计划 对他这个M计划里面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教教导这个各位怎么样在一年之内 把自己强力的推销出去 其中有很多窍门很有意思的 对而且找到好的对象 对对对一年之内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听说我们宏心卫视的一位员工呢 他也是遵循了这个计划 成功的找到了他的Mr.Right 我觉得我们要跟观众朋友来开始叙述一下 是是是成功的推销自己 对其实他这个他就是说最重要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自己设定一个你外在能够 Branding要Brand自己 对然后自己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要知道 然后把自己改变成那样的人 或许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很OK 那当然只要有自信没有什么问题 对或许你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 但是那你就要去想办法把自己改变 甚至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个穿着去改变 然后你可能很保守 因为里面有故事的女生就是 她本来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然后她问她前男友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过分 没有关系 然后前男友就说因为你太保守了 你的穿着太保守了 所以她就开始改变 那我想我要休息一下 与其进转不如新转是不是 对 好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继续聊咯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是否考虑过 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一年至少吃一次用心做的好月饼 生计月饼 中城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中城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股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您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 文哥 真的这么好美吗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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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口味胡椒辣面和素面 一样令你忍不住口 不忘了 坐 divid 坐拥蔚蓝海岸 品尝香濃咖啡 勾勒心的梦魂地图 地中海风格 普罗旺丝风情 午后的三支 散发浪漫的异国情调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生活在湾区 全全我们刚刚聊到那个marriage计划 而且是哈佛商学院提出 我要把故事就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她其实就是有个女孩子 就一直都找不到男朋友 不过最重要的是她说28岁在他们那边是圣女 剩下的圣 对 可是我觉得28岁就是圣女 那我怎么没有啦 开玩笑 其实28岁还年轻嘛 对啦 不过这不是重点 就是她说这个 因为哈佛商学院最主要就是做营销 那她所谓的marriage计划呢 就是其实是一个产品行销的一个概念 你就是要把自己包装的好 对 然后包装好呢 你就可以去让自己去叫贩卖出去 推销 推销自己 我们把自己推销出去 成功的推销出去 没错 推销出去呢 然后她就说她要她就把 因为我刚刚就讲过嘛 她就是把自己包装好 然后因为她问她前男友 为什么我我们分手了 因为她觉得她比较不够sexy 对对对 她必须 男女分手的时候 大家虽然要微笑相见 真的要分手的时候 也要微笑说再见 大家还是 所以她就问出来 为什么他们分手的原因 对 所以她就是 所以她就听到这个消息 OK 虽然她很难过 但是她就觉得说 我在三天内 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 好 对 所以她就去烫了头发 弄了衣服啊 然后就开始就是参加一些聚会 然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对象 就越来越多想要 跟她相约的对象这样子 走出去了 对 走出去了 但走出去这是一个重点 那你买东西 你要知道要下手 要买什么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她就限定 她就设定她的另外一半 是一个凯迪拉克型的男人 他好 他已经设定好区块 他开始选择 是的 所以凯迪 什么是凯迪拉克 他所谓的凯迪拉克型的男人 就是要大气 要风度 那也要有一定的水准 意思是说 以这个凯迪拉克这个名字 来阐述就是说大气 还有 有风度 有水准这样子 对 很好 然后呢 到哪里去找这种人呢 对 这就是问题了 我要去哪里去铺货嘛 对 对 对 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 不过OK 就简洁一点大家都知道 那她就是 她其实平常生活都很规律 但是她开始尝试新的东西 对 平常我可能每天去就是开车去上班 然后每个weekend全去做SPA 那她可能就改变了 开始可能每个weekend 到去去跟新的朋友去露营啊 去camping 然后去可能去做一些野外的活动 然后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参加的聚会 对 她可以开拓她不同的生活领域 你才能够碰到不同的人 对 而且不同的领域里面呢 说不定你要找对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呢就是你要找的对象 比较容易集中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件 对 然后呢 她就实行所谓的游击推销 哦 怎么说呢 就是把游击战 哦 游击战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些方式 就是她参加不同的活动 就是像打游击一样 然后不停的推销出自己 然后让自己的品牌形象建立到更好 就是各个急迫 那个拿到成功 对 对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讲到这个Huffle的MG话 我觉得说实在来人要有自信最重要 怎么让自己更有自信 这是我们首先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有时候转念 念转 这个心转了 有时候我们不能就坐在家里面 埋怨环境 因为环境不改 我们每天坐在那等环境来改变 是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 我觉得人 他们是有些人其实是习惯了 所以他们害怕去改变 对 那你如果把这个环境不改变呢 你的心呢 心态呢 跟你这个把自己改变了以后 你的环境自然触角就多了 开拓不同的这个环境以后 您机会也就比较多 那就达到我们to be seen 比如说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哇 那真是不得了 那他不用自己去找环境 环境已经各个环境了 让大家都看到了 对 就很有意思 是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就聊到改变自己了 对 一般人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自信 那有时候太过自信了 忘记自己其实是有小毛病的 没有错 而且其实他最后 我其实真的很成功的找到一个好老公 好归宿 好的归宿 我好羡慕 我要找一下 我们就说这个叫圣男圣女 怎么样才叫圣男圣女呢 听说是过了28岁还是 对 可是就你知道现在的年龄层都越来越大 你看弯曲 尤其是这种戏骨嘛 太多高 太多男生了 太多那个高 年纪大 对 不能讲人家年纪大 真的就是生活区块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接触 他不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很好的情谊 可是就是没有机会 对 忙啦 是不是这样 对对 所以您觉得弯曲男生比较多了 我听说是啊 弯曲不是男生比较多 我讲因为engineer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学理工科的 对 学理工科的 然后所以男生的比例好像高了一些 不过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女生也是 对 很厉害啊 那而且越来越多女生就是 想要找到自己的Mr.Right 所以也迟迟的也没有去 可能去结婚啊或什么的 而且女性自觉也比较高起来了 所以女生可能也是因为花在学习 像你啊 你们都很优秀啊 就花在这个拿学位啊什么的 可能又多延长了一些时间 对 而且现在辛苦 就是工作比较辛苦啦 所以很多事情 自己也想要有一笔存款 再去做一些解释 偶尔忘了你还需要 这个辛苦之余 有需要一个坚实的备榜 可以依靠一下 对 回家要依靠一下 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也聊到男生女生多 到底哪边男生多 哪边女生多 我们听说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国内好像因为一胎化的原因 好像现在就是早期的人中文喜欢生男生 是的 但是不过现在就是 对男生比较多 但是不过现在不 现在他们就是可以说 比如说我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就是夫妻 对都是夫妻 然后我其实就可以生两个 那这样很好 要不然完全都只能一个的话 那一个孩子他肩膀上的责任就比较多了 我以后要照顾父母 如果是独生女的话 我以后要照顾我的父母 其实很辛苦 聊到这里还聊到是因为 我们还听说因为 这个因为一胎化的原因 对 这个有些家庭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 在中途这孩子就走了 对 就失去了这个孩子叫做 失读家庭 对对对 我们待会节目的下一段 我们可能要各位继续聊一聊 像这个失读家庭的这个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因为我们听起来有点心疼 对啊 孩子养了那么大 然后就这样子走了 那当时因为一胎化的原因 他们可能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 对然后年纪也到了 也没办法再去生第二个出来 是是是是 这也是蛮令人遗憾 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可以提供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个将来的计划有些省思 是的 那我们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不要走开 待会马上回来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专业快速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866-988-2679 新兴公司为您推出老牌子精华午餐肉 精华午餐肉肉质细腻 口感鲜嫩 风味清香 料理方法千变万化 最适合东方人口味 多种吃法满足您挑剔的味觉 不管是炒饭炒面 或是制作三明治 各种中西料理均可搭配 精华午餐肉经济实惠又方便 各大华人超市均可购买 为您带来各式各样台湾地道的面包糕点 其中包括了绿豆棚 凤梨酥 日式清乳酪蛋糕 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每天早上八点半新鲜出炉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每卡汛北坊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 针对您的要求 为您社区独具风格的蛋糕 每卡汛北坊位于25NORTH 牛Peters Boulevard 永新超市内 订购电话408-935-8983 408-935-8983 北加州最大的新型休闲健康养生超市 韩国超市 天天供应精致的健康养生饰品 新鲜肉类 海鲜 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货品齐全 物美价廉 韩国超市位于Sunnyville El Camino Rail 进Lawrence Expressway 七天营业 欢迎会过 我们承诺 三年内打造有35条林荫大道的美丽台北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节的生活在湾区 刚刚我们就提到有失读家庭 对啊 其实中国大陆好像也蛮多 就是有很多失读家庭的问题 最近他们也根据报导 他们也发现这个失读家庭的问题 已经产生 已经是社会上蛮刻不容缓 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是真的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辛苦 而且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说呢 他们因为这个孩子养了很大 他们的心 这个情绪也很难抚慰 对 然后这么多的这些 这些人 他们家里怎么 年纪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他们该如何面对这个 这个 他们的未来 对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就是很 因为小朋友不在了 小孩不在了 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们 而且中国人其实 养儿育女 最重要也希望自己老的时候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对 对对对 而且呢 听说呢 他们有一句俗传的 他们有一句这个俗语 叫做不怕死 怕就怕生老病 那不怕死生老病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 对啊 就是要养儿防老 你知道人到年纪大了 一定就很多病痛 对 其实如果没有人照顾 没有孩子照顾 那其实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难过 走了就算了 但是生老病呢 他们就很害怕 谁来跟他们分担 他们的痛苦 对啊 是这样子的 不过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 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 造成夫妻失和 对因为有时候 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些案例 是不是这样 对 他们的这个夫妇呢 可能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很哀痛 可是哀痛的这个同时 因为一方 因为大家每个人 这个recover 就是恢复的这个时间 能力不同 对对对 那有一方可能比较恢复 然后要打起精神 来面对下面的生活 可是有一方可能走不出去 不一定是父亲或母亲 那这个走不出去的那一方呢 他就很容易的会 会这个生气 因为看到另外一方呢 怎么可以 这么开心 这么快乐 你怎么可以笑得出来 这个夫妻的这个冲突 就从这里开始了 对啊 所以就造成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 可能就这样子离婚 可是你想想哦 离婚这件事情 虽然是可以离婚 可是你到了五六十岁 然后再来离婚 对 然后小朋友 对不起 那个女生离婚 女方离婚了 那他其实可能一辈子 都是家庭主妇 对 而且已经走到 人生已经走了超过二分之一以后了 那么已经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东西已经不能再回头 或者是说像年轻人 还有时间可以再重新开始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困难会大一点 痛苦也会比较深一点 是 不过还好啦 就是中国就是 他们已经有想到 就是有 现在因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嘛 对 然后呢 他们就是有一些措施 是为了要照顾这些 失读家庭的 对 对 我们也很 就是说其实在美国 也有很多 对 失读家庭 其实我想 我想不只是中国 就美国啊 亚洲啊 任何地方 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措施 来照顾这些 失读家庭的父母 是 对 而且听说呢 他们也有一些 现在渐渐的 他们也组织起来 互相呢 他们这些失读家庭的夫妻呢 他们会互相的这个 互相联系 然后有一些这个聚集在一起 互相的share 互相的 有一个宣泄的管道 大家 大家可以 也可以互相打气 对啊 至少大家都还有伴 对啊 对对对 互相鼓励 不过讲到这个 我们因为其实 刚刚就是因为提到我们 在中国男女生的平均 对对 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很有趣嘛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 男多女少的问题 男多女少 蓝色呢就是男生 红色就是女生 那我们看到呢 在我们这一边啊 就是所谓的西岸 对我们西岸 都是蓝色 蓝点点比较多 然后大家看看东岸呢 红点点比较多 这样各位观众朋友的 大概心里就有一个这个概念了 原来我们美国西岸 男生是比较多的 那在东岸呢 你想要找很多 也许这个女朋友呢 就要往东岸去 那东岸的女孩呢 你也可以常常想办法 照这个什么 哈佛商学院的这个课程来讲 多多移到西岸来 所以还好我在这里 是是是是 讲到现在是这个美国 那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华文化 是 看收看我们这个电视节目的 朋友们大部分也都是 华人的这个观众群比较多 想到我们 可是我们人又在美国 您有没有想过 这个两岸联姻的问题 其实很多啊 其实很多 我是在这里生活久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给认识外国人 跟外国朋友交往 跟华人朋友交往 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我知道有些家庭 其实爸爸可能是外国人 外国洋人 对文化 文化 西方啦 西方跟东西 东西的联姻啦 对啊 那其实文化差异很多 你看 对 多幸福啊 对我来讲还挺幸福啊 那七好八十还会叫 Honey Honey 对不对 就是好像 对 在中国或者在亚洲 其实如果 亚洲男人好像比较含蓄 比较含蓄 但是 不太把这个话放在嘴巴上 对 不过 对 不过亚洲男人有个好处 就是 其实 他们会有责任感 对 很重的责任感 对啊 甚至我在家里 或是等事 都还是有人照顾 对对对 一般来讲 华人的这个 男生的 对男生的期许 就是说你要有肩膀 是 要给家庭靠 那么西方呢 他虽然嘴巴很甜 爱你爱你的 可是 因为女男平等的关系 对 所以他也要求对方 女孩子可能也要跟他一样 要附在家里面 我可能要出去工作 我甚至可能还要 如果他失业了 我也要去扛起 这一家人的责任 对 所以在我们 华人在这个美国呢 我们也有 也要常常会考虑到 我们也常常会见到 文化 这个不同的 这个婚姻里面 我们将来在节目里面 也会陆陆续续 为您探讨一些 这个文化差异的 婚姻下面 有些什么趣事 有些什么困难 需要解决 然后有些什么 这个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啦 我这边举个例子 像有些时候 我们大家就是 夫妻跟夫妻 就是说 你会看到一些夫妻 是因为华人跟外国人的时候 家族聚会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来了 对 可能就是我现在全部 因为家人都是讲中文 母语 比如说我都是讲中文 可是因为他 我可能需要讲英文 对 为了尊重对方 你就说英文 但是有时候呢 很多兴奋的事情 要用母语讲 比较离仅致 对 要痛快一点 对啊 就很有趣 对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 其实都还要跟大家讲这些问题 讲一些文化婚姻的 也算是我们媒体呢 对外界呢 也算是一个服务 希望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好 那么我们 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那今天呢提到很多 我们有提到我们的新的节目啊 然后有提到这些 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嘛 那我想观众朋友一定都还有一些 陆陆续续有些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写 对 写到我们的 Bainlifeatvhsusa.com 对 然后矽谷情缘这个节目 这个单元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多多的支持 好 那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生活在湾区 欢迎下个礼拜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